中竹 中竹 哇我们被赶走了 交通解言 交通解言 岛澐平权 岛澐平权 交通解言 岛澐平权 岛澐平权 Go Vision! 大家好,今天呢是7月9號 我們準備來騎上中孝溪 但是呢,因為我們好像遲到了 我們好像沒跟到車隊 所以現在我們來的時候 我看警察他們好像在測收這些管制點了 好,走 哇,我們被趕走了 剛剛我們要騎中孝溪 結果警察竟然說 活動結束了 太嚇了吧,現在才幾點 現在 都還不到3點了 沒關係,我們現在就 從前面這邊再繞進去看看 看能不能 讓我們繞進去中孝溪 不行,我們就在繞小巷子 如果真的不行,我們就直接去凱達格蘭大道 好,我們現在走走看 好了,就算剛剛被擋 我們現在還是 成功的騎上了中孝溪 這條路啊 根本就是近的毫無道理啊 明明是一條 這麼寬 然後路幅這麼大的一條路 而且它又是主要的幹道 它也是台灣一般的公路 它並不是什麼特殊設計規範的路 根本毫無理由啊 來進行機車 雖然說今天我們落隊了 沒有跟上 遊行隊伍 但是呢 我們還是一樣 走上了中孝溪 來表達我們自己的訴求 那等一下呢 我們就準備前往凱道 跟遊行隊伍會合 好的 那麼在經過一番破車之後呢 剛剛我們還迷了路 終於我們抵達今天的活動會場了 好 好 現在呢 我們已經抵達了中孝溪 並且停好的車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 人非常的多 而且還 而且還陸陸續有很多車友正在抵達 車子現在多到警察 叫後面的車友都開始往人行道去停了 今天 響應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天氣非常的熱 今天溫度大概三十五六度有 然後我們就先往前走 今天來的車至少上千台了 好熱 fit 交通檢炎 道路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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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除曲線測速 廢除驅限測速 廢除進行機車 被阻止警察 中机上火道 中机上火道 让我多少声啊 中机上火道 中机上火道 好 所以说呢 我们等一下要邀请到了这一位 被称呼是根本很噁心的这一位人物呢 就是我们现在拥有百万订阅的历史频道网 历史频道版主 Chief Dada 我们感谢派手感谢他好不好 喂喂 各位大家好 真的很高兴大家可以在这里顶着炎热的天气 来参加我们的机车解决大友情 但我相信这个天气对我们机车组不变不算什么 对不对 我们两端次左转 要先等一段红灯 然后闪了不知道多久之后变成99秒 然后呢 我们还不能直接左转 必须转到代转阁 再等99秒 这不是其实什么才要起事 这种大乐天耶 我们骑车上下班不是出去交友耶 台湾有1400万的机车组 其中有800万 至少800万通勤组 我们每天上下班是为了苦力口饭吃 撑起整个家庭 撑起台湾的经济 我们不出去玩耶 凭什么要骑着我们机车组 其实印度的总性制度就在我们台湾活生生的发生 但是我们接着却浑然不知 甚至有机车组啊 说这个 这个新闻采访他啊 他说 我认为这个机车道很好啊 这个政府是为我们安全着想 甚至有机车大厂啊 说这个机车道是为了我们机车组安全 你们觉得可不可笑啊 我希望政府真的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 如果没有气机车平全一天 就没有安全回家的道路 希望政府能重视我们 谢谢 我们已经不知道跟交通部讲过多少次了 但是今天台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最大的问题是交通部 公总把自己当作国税局 公总把自己当作国税局 他从来没有负起他应该负的责任 大家能够接受台湾现在这样的交通政策吗 乱七八糟嘛 一群混蛋啊 这个混蛋 看一下 台湾其他的机关 中央银行在做什么 财政部在做什么 看看其他的机关 这几年来 即便最不长进的司法院 司法改革都有进步 请问台湾的交通改革有进步吗 乱七八糟嘛 乱七八糟 台湾最后 一个国家每天啊 都有这么多人因为交通事故而死亡 结果你视而不见 好现在呢 台上讲话的是交通安全的陈理事长 现在因为真的太热了 看看防摔衣忘记拖了 现在来拖一下防摔衣 然后我再想一下怎么走出去 车子太多了 这两台车很眼熟 然后我觉得我应该去找喝的 因为真的很热很热 这附近好像那边有卖喝的吧 等一下我先去找一下喝的 不然等下我们都会烤成人干了 刚原本在舞台前面在取材的 不过现在想暂时先离开一下 先去找个喝的 今天天气真的很热 但是还是有很多很多车友来共襄盛举 大家可以看整个开道挺满的 然后人行到这边 左右两边那边 然后到后面这边都还陆陆续续有车友进来 今天真的就是不分白牌 黄牌 红牌 绿牌 全部的机车 甚至有朋友是骑U-bike 骑滑板车来支持的 真的是超级多人的 好我们先去找喝的吧 真的好热 我住在内湖南港 骑摩托车的时候 三线禁一 内线不能骑摩托车 外线有公车靠站 有围停 有临停 逼着机车 就要往内线靠 那是不是更危险 所以这一条二把 现在不分蓝绿 不分党派 不分执政党 不分在野党 第一个 我们要求立法院推动修法 好不好 在修法之前 我承诺各位 我在立法 我在台北市议会 一定会推动议会 在台北市逐一解禁 现在要原则开放 例外禁止 对不对 可是现行不是喔 现行是原则禁止 例外开放喔 台北市三线车道 才开放47条而已 太少了 所以我跟基础会所有同仁 包括契合 我们在议会开了机场供应会 台北市也承诺 包括交通局长 他们都是开四轮的啦 用四轮的决策 来管理两轮的思考 已经过时了 交通局长也承诺 99条是完全不适合现在 所以要修正齁 大家说好不好 好 台北市有95辆摩托车 95辆二轮的 四轮的才60万辆而已 结果你们知道怎么样吗 汽车为乖 汽车为停 汽车造势 居然比二轮的还要多 那结果对我们二轮的管制 还要比汽车还要多 大家觉得合理吗 不合理 所以要改正要被除对不对 是 第二个 我们呼吁台北市道路道安委员会 包括所有专家之外 学者之外 必须要有基础会 还有各位的参与好不好 好 工历会已经要求了 必须每个月要要求固定比例代表 由基础会 由各位推派比例去参与 台北市政府的道交会议 对不对 好 这部分他们已经具体承诺了 我们逐步来推动 最后要讲的 道路平权上会成功 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好 我们喊一次口号 我们就第二次 孩子口号就第二次 悼念流星 因为错误策策而逝去的生命 我们希望我们队长的民意代表们 还有我们许多的政府官员 可以看到我们的血泪 我们的怒吼 我们大家一起喊口号 喊口号就打出去 祭念那些伙伴 祭念那些朋友 道路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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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el 불kaw 道路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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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做這樣的訴求 做這樣的表示 我們也沒有注成眉頭 我們只是要提醒自己 也告訴我們的政府官員 不要忘記那些在馬路上 逝去生命的年輕朋友們 OK 那麼今天的活動呢 很圓滿的結束了 現在我們正準備返回林七哥他的家 其實現場舞台還有一些演說跟一些活動 但是今天因為我們還有一些事情 所以就先提草結束了 這次的活動啊我覺得辦得相當成功 因為這一次不僅是機車團體 還聯合了山域、水域跟空域這些被打壓被禁止的一些聯盟 台灣其實真的就是套用在政府各個工部門啊 有個肉體就是只要覺得危險 只要覺得麻煩就全部都禁止 這也變成說不只機車主 當今天山域、水域、空域的這些玩家 他們要向我們的政府機關、政府單位 爭取他們的權利 並且訴求他們這些 心心形態的休閒旅遊 或是說心心形態的交通權益的時候呢 就會被政府限縮給禁止 明明台灣是個海島型的國家 卻有許多海域是禁止的 那明明台灣呢有許多超過3000公尺的高山啊 卻有許多山域是被禁止的 明明台灣呢有許多優秀的這個半導體產業跟空拍的這個產業啊 但是台灣的空拍空雨卻被打壓 所以這一次的活動算是機車為主體來發起號召 可是呢當這些團體就是聽到這個響應之後 他們也全部都來參與 因此今天來現場的人數算是非常多 因為以現場來看啊 我覺得機車的數量固然很多 可是在兩邊樹蔭底下休息的民眾 或是來參與的一些朋友們 他們的數量我覺得是超過場上的這些機車 所以說這次的活動啊 不只是機車族 還有其他許多的族群 都一起來支持響應 那再來就是今天不分藍綠白 有許多對於這一塊路權 跟交通平權有這個付出的名義代表 都紛紛到場來支持 並且上台演說 我覺得這也是相當感動的啊 因為有許多的明代啊 他們是有講出根本性的問題 而不是喊喊喊人就消失不見 那這一次呢 我能做的啊 依然很簡單很小很小 就是我騎著車 騎著林奇哥借我這台蜜 然後想辦法到現場參與這個活動 這就是我能做的一些微薄之處啊 那麼我覺得大家也不用 就是把自己看得太輕 就覺得說啊今天這個活動啊 我去喊一喊有沒有什麼實質上的效果 所以我就不去了 今天這個活動呢 差我一個也沒差 所以我就不去了 其實 如果大家都有這個想法的話 今天到場的一定就會非常非常的少 但是如果今天大家就想說 這麼不公平的事情 我決定出來發聲 決定出來盡一份心力的話 就會 如同今天的場面一樣 有許多許多的朋友 把凱達格蘭大道 用他們的車 一台一台一台給停滿了 那包含之前這個幫我們機車組發聲 並且被交通局的官員呢 在網路上帶風向的這個chip 他又到場 來發出他的怒吼跟他的不滿 雖然他是一個百萬訂閱的U2 而且呢他的這個收入 絕對足夠他去買一台很好的汽車了 但是因為交通的便利性跟方便性 他還是選擇以機車做為他日常通勤的一個代步工具 所以說 對於交通的這一個議題來講 根本就沒有什麼你選擇開車 你就是比較厲害 你選擇騎車你就是命健 這根本就像是台灣版的總性制度嘛 今天你開車你就可以有比較高的地位 就有比較高的路權 今天你騎車呢你就是被當賤民被打壓 然後被人家當做沒錢窮痠的象徵 其實台灣有很多很多騎機車的人 他並不是因為窮買不起汽車 而是因為機車這個交通工具 對於他們來講是最適合的交通工具 他不會因為他的面子為了他的理直 為了他的觀感而去選擇一個 對他來講非常不便利的交通工具來做代步 大家對這個議題也有慢慢的了解跟抬頭 今天來的許多許多朋友們 也有很多我相信應該是之前對這個議題默不關心 但是後來在許多粉絲專頁 許多媒體 許多明代的努力之下 慢慢的也發現這個議題的不公益 並且呢選擇在今天一起站出來 那你希望啊下次有這類的活動 大家可以盡量的播出時間來支持來參與 如果說沒有辦法的話也沒關係 大家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來支持這個交通停學的議題 我自己呢個人能做的不多 就是可以來現場響應支持 並且把這個東西拍成影片跟大家分享 OK那這一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見謝謝大家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